三月女嬰遭虐眼盲切腦 保姆推什么都不知道 爸妈泪喉痛恨认识你们 如果今天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的话 我女儿也不用承担这些病痛 陪伤事怎么调整啊真的不知道吗 谢信保姆夫妻俩保持沉默快步离开法院 因为他们被控虐婴 害朋友的两岁女儿至今双眼失明 还有癫痫等严重后遗症 但他们在法庭上竟不断变称 没有啊 不知道 事件发生在2019年 女婴当时才三个月 原本有双灵活的大眼睛 看来聪明可爱 女婴父母因为工作关系 将孩子交给家住淡水的 谢明燕谢成达夫妻照顾 他们只是女婴父亲的朋友 并没有合格保姆证照 而在托付给谢信夫妻两个礼拜后 女婴母亲就发现 女儿脸颊两侧有瘀青 当时她给我们的说法是说 因为我女儿很频繁易奶 然后她很频繁的换小毛巾造成的 女婴母亲信以为真 没想到几天后悲剧就发生了 大概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然后一打来就告诉我说 我们女儿现在人在马街的 马街医院 当时我们两个人吓到 我自己已经全身发软了 因为她才三个月而已 我不敢想象我女儿发生什么事 然后到了现场之后 一直到隔天确诊 是脑出血跟视网膜出血 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他们给我们的说法 保姆的说法是 她带着儿子下楼倒垃圾 留下先生跟我女儿和她女儿在家 然后她女儿哭着找妈妈 所以她留下我女儿 然后带着她女儿到电梯口附近 后来哄完她女儿之后呢 她回到家里 然后发现我女儿原本一直在哭 然后哭到睡着之后 她去叫醒她 发现叫醒的时候 我女儿的眼睛已经往上掉了 我们至今完全没有办法相信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情况下 一个不会翻身的婴儿 竟然会自己脑出血跟视网膜出血 到现在女儿已经两岁四个月 眼睛看不到不会说话 没有认知有癫痫 零有重度残障手册 下个月还要动手术 切掉四分之一的脑 孩子的一生就这么毁了 而谢姓保姆夫妻 因此被依重伤害等罪起诉 法院22日开庭 谢姓夫妻依旧否认 有伤害女婴 一律回答不知道 让女婴父亲当庭哭到发抖大骂 你们也为人父母 可以接受健健康康的小孩 一通电话变成重残人士吗 我真的很痛恨 我为什么要认识你们 女婴母亲的表示 她从孩子出生第一天 就每天拍照记录女儿的成长 会提供所有照片 让法院看看 上市到底在何时何地造成的 最后法官预知 先做医疗鉴定 择日再开庭 她们给我们的说法 从一而终就是不知道 我只希望她可以讲真相出来 动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